記者會上揣有非標示 中央官員由總統領民 不參加來結席 需要去國會進行事件報告 如此讓總統變成五官無政 因為五官的制度不好要改 林恩鳥這是說 羅青鐵總統過去曾經說過要廢毒檢查員 要求目前已經是總統的羅青鐵要對現行 不建議會監督 結果監察院彈劾他 他當時就講了他要廢除 要廢除監察院 可是我們又看他競選總統的時候 在11月15號出席了一個論壇裡面 他向青年說明的政策會 他已經講到說 他主動提到支持 就是說立法院修法 來成立這個委員會 修法委員會 朝向未來朝向 會除考試院跟監察院的目標 這個賴清德你自己嗆的 你自己嗆說要會監察院跟考試會 考試院所以我們請賴清德 你勢必要兌現 林恩鳥也說要熱情的總統上告 立法院的科技委員名單要趕緊收回 讓民進黨的立委專立推動收憲 不要選情騙選票 最后跳票 記者丟宿位 蔡鳳報德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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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就在一起